过去四年间,人才总量从110万增至280万,2021年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居中国前三,人才吸引力指数居中部第一。 这一串串亮眼的数据是近年来湖南省会长沙在吸引人才就业创业,提升城市和新竞争力上交出的成绩单。 作为一个中部城市,长沙缘合会成为280万人才的最终选择。 眼下正直求直己,发现新长沙首先来到长沙青年人才驿站,试图找寻答案。 我叫段月航,我今年22岁,我来自四川成都,我来到长沙找工作。 当时我们学校校招的时候,我就了解到青年人才驿站, 只需要在小程序上简单填写一下自己的资料,就可以第二天申请到了床位。 现在住了四天了,青年人才驿站群里面,他实时发布了很多招聘的信息, 然后提供很多就业渠道跟我们去了解。 同时他楼下也有现场招聘的信息跟我们了解,让我们就业方面有更强的信心。 贴心给外地来长求职青年提供落脚第一站, 仅是长沙达好引财、育财、流财组合拳, 后职人才发展生态圈的一个缩影。 曾在德国留学工作多年的中联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健, 对此感触深刻。 来长沙工作已经11年了, 那么我现在本人也是被评选为了整个长沙市的高精尖人才。 那么我对长沙从最开始的陌生到慢慢的熟悉, 我心里是有感触的,举个例子, 我小孩要读书,可能很多人去选择买学区房, 但是我自己本人的各方面的条件必须我这样去做, 或者说有这样的顾虑, 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, 我也看到人才政策以后,我就继续去申请, 那么从我申请到落下来这个政策, 大概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, 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快了, 刷新了我很多记录。 我觉得长沙的政策我是亲身感受到的, 非常的够诚恳, 写在纸上,记在心里,落在卡上。 除了软实力, 城市硬实力同样被杨健看重。 在他看来, 长沙虽是中部城市, 但区位交通优势明显, 产业基础雄厚, 拥有让企业可以持续发展的好土壤, 让人才可以施展拳脚的大舞台。 作为一个企业, 其实最关注的就是, 能不能长期的发展可持续。 这一点我在长沙是清楚地能够看到的。 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就有200人, 那么我们未来5到10年的话, 可能发展到一个万人级别的企业。 然后长沙又具备了这么一块土壤, 从隐财、隐质、隐姿这个角度来看, 我们有足够的信心, 吸引到这么多人到我们这里来一起, 并肩把这个业务做好。 聚焦人才关注的就业创业和生活等问题, 长沙不断强化人才服务保障, 同时创新招财引致模式, 通过打造国家海外人才,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等创新创业平台, 搭建海外人才, 离岸创新创业服务体系, 建设海外工作站, 促进海外资源聚集。 我们离岸基地正式接派以来, 在以色列、瑞典、美国、德国 四个地方经历了海洛工作站, 同时我们也组织了实际场的 现场现下的交流项目推介活动, 推荐了50多个创新创业的项目, 都是在海外的高层次的人才团队, 同时在我们园区已经有 像做医疗检测等领域的 高科技的项目在我们去落地, 然后我们也聘用了19位海质专家 与我们海外高层次的人才 在园区创业创业保驾护航。 近日,长沙又对外发布 人才政策升级版45条 配套实施办法, 从青年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, 小和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支持, 高层次高精尖人才引进, 卓越工程师评定等多个维度, 为高层次青年技能等人才 发放丰厚大礼包, 这将让段宇航们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更多暖意和诚意。 长沙是一座非常包容热情 友善的一座城市, 所以呢今后我非常地有信心 能在这儿生活下去, 而且生活得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